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半的异议人士曹海波 11月1号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宣判 判处有期徒刑8年 律师认为如此重判实在是出人意料 27岁的江苏延城曹海波 之前曾在云南打工开网吧 因创建呼吁民主的振华会QQ群 去年10月被捕 在家人和律师不知情的情况下 今年5月1号开庭审理 10月31号昆明法院已颠覆国家政权罪 重判他8年刑期 大陆律师唐金龄指出 中共把曹海波这么重判 目的就是想进一步恐吓民间维权异议人士 据了解 郑华会QQ群是曹海波2001年11月15号创立的 主要是一群向往民主宪政信念的年轻人聚集 唐金龄表示 曹海波不了解中共政治 他也想不到因网络言论会遭到这么严重的判决 本川志愿者王孝东认为 这归结于中国的劳教制度公安系统把法律当成摆设 可以任意黑箱作业 在此之前 重庆网友谢苏明和刘士淫 也都因在网络上发帖批评领导被劳教 但在舆论的谴责声中 最近当局撤销对他们的劳教决定 新常人记者李运丁宁采访报道